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在我国 很多地区也是凭借着资深的油气资源而迅速崛起 这些城市的人均GDP在我国城市排名中更是居高不下 就拿我国石油储量最大的克拉玛伊士来说吧 虽然这座城市的GDP总量仅有百亿 但人均GDP却比上海还要高出许多 去过大戈壁的小伙伴应该都有这样的体会 那就是放眼望去 整个世界似乎都是由黄土沙力构成的 没有丝毫的生机可言 克拉玛伊就处在这样的大戈壁上 它位于准戈尔盆地的西部 是我国勘探开发的第一个大油田 自1958年建市以来 原油的产量便开始逐年增加 直到2002年的时候 原油产量第一次突破了1000万吨的大关 一跃成为我国西部最大的油田 并在此后逐渐发展超越了大庆等著名油田 据了解 克拉玛伊占据了全世界80%的总油气资源储量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克拉玛伊才是全世界最大 产量最多的油气城市 跟它一比 中东国家根本不算什么了 不过话说回来 克拉玛伊的经济总量虽然相当庞大 但是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是非常明显 这里没有其他的经济支柱产业 整座城市的GDP都是依靠庞大的石油资源支撑起来的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先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